字幕視頻 字幕視頻 各位朋友大家好 現在是2018年10月18號 這邊是剛是左營區 健葉南村 這邊原來是一個左營的海軍大院 我是吴中成 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我在胸前 别了一个国旗 就是我对中华民国 在台湾 是支持 跟爱国坚持的 的一个典型 我不管其他人坚不坚持 但是我 秉持着在海军大院出身 长大的中华民国国民 我是支持 中华民国的 肯定的支持 所以我们家的门口也是国旗 墙上我的名字吴中成 也是因为 我是10月31号以前 总统蒋宗正同一天生日 所以 我的名字叫做中成 宣布希望我这辈子 永远中成 忠于自己 忠于国家 忠于人民 陆战队的对训 叫做永远中成 我出身就是这个名字 所以我父亲已经 我父亲虽然不是陆战队 他是海军 但他是仍然希望我一辈子永远忠诚 以上是介绍的这个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我这个背后这个 这个是我四年前 2014年前曾经军军这个里长 我当时我没有在底下再印一个候选人的名字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这件衣服只有在选举的时候 才穿的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请看过来 我就是吴忠诚 四年前有人号称说这个地方已经被拆掉了 不存在了 这个地方也没有吴忠诚这个人 我告诉各位 我现在户籍还在这个里 我今年有朋友们一定要把我拱出来 选里长 他们要付钱出地方 要让我出来 要竞选 为什么 我的证件 今天不带来 纸面上我不带来了 因为我 因为各位看到我这个身材就知道 我是1955年就在这边出生的 今年62岁 还有这样的身材 我顺便报一个尺寸好了 我的大腿外围外径24英寸 24英寸 我的小腿外径 外围最大最大的外径17.5英寸 17.5英寸 我身高172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自己用皮脂量一下 你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身材 我这个身材怎么来的 这些金牌银牌 这些运动奖牌怎么来的 都是因为这块地方的造就 这些前辈们的指导 我才有这样子的一些小小成就 事实上有的人讲说你是在炫耀吗 不是的 相反的住在这里的人都是会游泳的 建业难存的人都是精于游泳 拿到奖牌的人也不在少数 我只要跟各位讲 如果你是这边住在这附近 你应当要享有同样的成长历程 你就可以从小就会游泳 会运动 各项运动 因为这里有很多的 这边有很多的那个绿地 有很大的运动场所 你都可以利用 免费利用 另外 四年前我提上这个地方是一个学习型社区 希望把艺术文化美术音乐舞蹈表演全部集中在这里 甚至于拍电影 可是当时的人因为年纪都大了 99.9%都是老人 那年轻一辈的人 因为老人的那个顾顾自封 所以也没有出来 虽然他们没有选票 没有投票能力 但是我仍然把他们列入我们这个社区要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象 很可惜 四年前我第一票落选 现在四年后 我本来不想再出来竞选 可是很多爱好艺术 爱好体育 认识我的朋友们都说 你应当出来 我们帮你出钱出力出人 出地方 让你出来竞选 让你出来竞选 但是我这次出来 我不再拜票 因为我在YouTube上的网络 已经有一千多片的介绍 所谓的海军大院文化 然后另外 来这个地方参观过的人 按照网络上面的 我是网组 我可以看到我的收视率 已经来这边看过的人 来这边打过卡的人 有十九万九千多 马上就要破二十万 来这边看的 那至于说军方想把这边封起来 或想把它推平 那都是历史的 都是造业 业有恶业 有善业 那很多人讲说造业就是造孽 不是这样子的 有善业 可以转的 就是如果你善于利用这个地方 这个土地 不要浪费资源 不要浪费时间 人力 还有物力 人才 你可以造就像我这样子的 复制的像我这样子的人 不能够夺牌 不能够 这个扬名立万 至少你会游泳 会潜水 你可以做潜水服 你可以做水下探险员 你可以做欣赏水下美景 你可以做水下考古等等的 他的路子非常的广 你可以骑马 这边我的活动里面还有骑马 各位可以去看我的影片 我今天只是跟各位介绍 概念介绍一下 告诉各位 2018年12月底 叫竞选里长 里长竞选 我被迫 也不是被迫 被推举出来 披挂上阵 这个里 叫里长 现在是10月 还没到11月 还没有抽签 但是 因为最后有一个月的时间要活动 但是我现在先预告 因为这是2014年 四年前已经出马过 我的立场就是中华民国 我是一个爱护中华民国的人 维护中华民国的人 而且永远忠诚 这就是 台湾高雄左营海军大院的子弟 谢谢